嗯 藝術家的國際藝博展怎麼參加 依照我的經驗值來跟各位稍微分享 首先有大、中、小的藝術博覽會 大的話一定要有國際藝廊 當然個人可不可以參加給參加 只是它在展覽的位置上 會比較屬於比較遠的地方 那大部分的國際藝廊區 就會是主要的展覽場 那這個的話一定要有國際藝廊的 申請以及國際藝廊幫你處理 那這個的話不是我們可以做得到 這真的只有大、大牌藝術家才做得到 那這大概會有的是法國的FIAG 香港的BASAE 我想各位都知道了 然後包含BASAEBASAE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另外呢還有Miami 那我可能明年如果有機會 我也會想要去Miami 至於明年的疫情應該情形不是很樂觀 但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比如說明年4月的紐約R Expo 然後在紐約市展 我覺得這個展覽很可以參加 然後這個展覽呢 一樣會有國際藝廊區在個人 然後你個人可以去申請 費用呢大概是7萬到8萬個人的 然後那個布置的位置比較後面 然後展覽你大概都可以放 史萊芙作品 那前面的國際藝廊區一定要有 國際藝廊的申請才有辦法 比較大的位置跟布置 然後在那個地方 在國際藝廊區展覽的時候 你一定要站在自己的畫作前 然後分享給來看展覽的每一個人 然後打名片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會遇見誰 或者哪個國際藝廊區跟你親愛約了 那你就紅了喔 這就是一個需要去try的 然後另外呢中國大陸內地 其實的藝博也非常棒 尤其是北京的非常紅 那當然北京的也多半都是藝廊為主 有沒有個人也有個人 那個人也可以去申請 那這是兩種 那再來就是上海的藝博 也是一樣會有藝廊的跟個人申請展 然後再來呢廣州的呢 絕對不要參加 廣州簡直就是一個 黑暗中的黑暗 裡面都是假的 然後去辦了去參加了展 只是浪費錢 以上呢 我還是要跟各位稍微聊了一下 這所有的國際藝廊的展覽 首先一定都還是會有 布置的費用 然後椅子的費用 燈光的費用 連簽電線都要有費用 那這整個的費用過程 就會是一個不少錢 但這個的費用其實跟台灣 比如說你要到中正紀念堂 或國務紀念館 然後擺一個月九萬十萬 那其實在這裡一樣差不多 那差在哪裡呢 差在你之後 在中正紀念館展 還是在紐約展 費用都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差別是 你的人際 你的人脈 你的眼界就會不一樣 然後這次會建議各位 既然要辦展 那就多參與國際展覽 那你的藝術就會給更多人知道 就先分享到這 然後如果各位有任何對於 藝術博覽會想要知道的方式呢 我也歡迎大家留言 然後我也給各位解答 那就這次 藝術博再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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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